我是影片人西关杰 《军中乐园》拍出了台湾人的荒谬命运 从上一个时代到这个时代 不曾改变过 导演纽承泽酿酿八年 赤字2.5亿制作国片《军中乐园》 在那个时代里面 军队跟人民对整个环境的那种荒谬感 大家都觉得说我们一定要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如今来看这个政治是一个过时的神主派 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小岛上 所有人士气高昂 为了反攻复国的大业 万众一心 其实我蛮开心是有诚者来拍的 他的父亲对那个年代是有情感的 他是在向他的父亲致敬 可以说出一个应该要被说 但是始终没有人想要说的故事 因为不好拍 《异想世界》本周带您来看 以破碎年代为背景的《军中乐园》 值得被下一代拥抱 8月29号下午5点半 晚上10点半测定UDN TV 一小世界